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这里是西马奖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拓边西北》 副标题是北宋中后期对下战争研究 这本书的姐妹篇《精略忧烟》 讲的是北宋前期与辽国之间的战争 西马奖书栏目曾经解说过 他们的作者曾锐龙是著名宋朝军事史学者 生前曾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拓边西北的西北指的是宋朝的西北边疆 主要包括今天内蒙古、宁夏、陕西、甘肃、青海等省区的交界地带 这一地区的大部分土地长期控制在西夏手里 拓边指的是开拓边疆 你可能很难将这个词与宋朝联系在一起 在传统印象里 重文义武的宋朝在军事上总是被动挨打 不仅对强悍的辽朝和金朝束手无策 甚至拿罪儿小国西夏也没有办法 这与积极开疆拓土的汉唐形成鲜明对比 本书却指出 在北宋后期 特别是倒数第三位皇帝宋哲宗亲政的时候 宋朝确实一反常态 在西北边境发动了大规模拓边战争 一度将西夏逼入绝境 一个王朝末年往往是积贫积弱不堪一击 但北宋却突然雄起 其中的秘密就藏在西北地区的防御战略里 这套防御战略从一开始就蕴含着攻击因素 一旦时机成熟便会自然演变成拓边战争 下面我将分三个部分来为你讲述宋朝拓边西北的历史过程 第一部分 为什么偌大的宋朝常常输给小国西夏 第二部分 宋军是如何在对下战争中争取主动权的呢 第三部分 宋哲宗时代西北的拓边战争怎么就被推向了高潮 首先讲第一部分 为什么偌大的宋朝常常输给小国西夏 西夏是党项族建立的政权 唐末五代党项族的一支活跃于今陕西、宁夏、内蒙古交界处的下州一带 割据一方 宋朝建立后 下州党项臣服于宋朝 后来却屡屡反叛 双方一直打打停停 1038年 下州党项首领李元昊正式称帝 以今宁夏银川市作为首都建立西夏 随即发重兵攻伐宋朝 宋军虽然积极防守 却接连遭遇惨败 你可能会说 宋军就是这样不堪一击 但事实并非如此 胜败的关键在于战略是否得当 在《经略忧烟》一书中 作者曾指出 宋朝通过弹性防御 能够在河北有效抵御辽潮的进攻 弹性防御是说 敌人入侵时 我方军队不必全部集中到某个军事要塞 硬碰硬 而是用能够迅速调动 协同能力强的野战军部队击溃敌人 让他们退兵 按理说 宋朝只要把河北成熟的弹性防御体系 搬到西北 就能够解决西夏问题 可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西北地区特有的三个不利因素 严重削弱了宋军弹性防御的效果 第一个不利因素 是西北的地理环境分割 这也是最大的不利因素 与一马平川的河北平原不同 西北多山谷 在西夏的宁夏平原 与宋朝的关中平原之间 是大片的山脉阻隔 山中的几条重要河谷 就成为连接两大平原区的主要通道 为了控制山谷的进出 加强边防 宋朝在这里设置了四个战区 这些战区被称为路 道路的路 各路宋军只能沿着山谷行军或防守 山谷间的崇山峻岭 割断了不同山谷中宋军的联系 使他们彼此难以支援 由于军队无法及时到达指定位置 宋朝只能分兵聚守各个据点 结果又造成兵力分散 每个据点的兵力都不充足 在宋夏第一场大战中 地理因素就深刻影响了战况 1040年西夏进犯延州 也就是金陕西延安市 宋军在延州外围的据点分兵聚守 被西夏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 延州危在旦夕 宋朝急忙调动西北各战区的部队前往支援 其中一支援军赶到了距离延州仅无理的三川口 却因孤军冒进中了西夏的埋伏 全军覆没 其他各路援军则在山谷里兜兜绕绕绕 直到西夏撤军几天后 才迟迟到达延州 要不是因为突降大雪 下军主动撤退 延州早就被攻陷了 第二个不利于西北弹性防御的因素 是边防年久失修 在河北 宋军往往依托牢固的城池和据点 配合野战军组织弹性防御 而西北水资源匮乏 人烟稀少 天然缺乏这样的据点 野战军往往在没有掩护或补给的情况下 被迫接受西夏发起的会战 第三个不利因素 是作为弹性防御核心的野战军 战斗力低下 宋朝驻扎在西北的主力 是中央禁军 可是到了北宋中期 这些驻扎西北的禁军 早已疏于训练 打不了硬仗 这在当时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面对这些当时公认的不利因素 宋朝的军事指挥官 开始因地质疑 调整策略 在对下战争中不断争取战略主动 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 这也是第二部分将要讲述的内容 在诸多解决西夏问题的方案中 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 要属经略恒山计划 这个计划的提出者 是后来主持庆立新政的名臣范仲淹 宋仁宗时 范仲淹是西北一个战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官 他认为建于西北的三大不利因素 宋朝根本无法建立起稳固的防御体系 要建立永久防线 宋军必须攻占西夏境内的恒山 恒山位于金陕西北部榆林市一带 靠近宋夏边境 这条山脉不仅是一道天然的地理屏障 而且山中物产丰富 周边遍布少数民族 占据着恒山的西夏 积极笼络当地少数民族 并利用地理优势将恒山打造成 进攻宋朝的前沿补给战 宋军攻占恒山 不仅可以使西夏丧失地理优势 还可以使自己摆脱山谷的束缚 利用天险建构其防线 为此,范仲淹提出 宋朝应积极招纳边境上的少数民族 修建宝寨、巩固边防 训练野战军、增强战斗力 待时机成熟时 转手为攻 一举拿下恒山 经略恒山计划 虽然是防御性战略 但却包含着进攻恒山的因素 正是这个因素 使宋朝在西北地区的战略防御 逐渐转化成了拓边战争 十一世纪末 宋神宗授权王安石进行变法 这次变法的目标是复国强兵 神宗通过一系列经济措施 聚敛了大量财物 为发动拓边战争 积累了物质财富 另外 皇帝还沿袭了范仲淹 在西北地区开展的军事改革 有效提高了宋军的战斗力 1068年 宋神宗首先在青藏高原的东北部 也就是经甘肃与青海两省的交界处 开展拓边 到了70年代 宋朝已在这一地区拓地2000余里 设立了西北的第五个战区 西河路 还与当地最大的吐蕃族政权结盟 共同对付西夏 史称西河开边 宋军虽然没有与西夏短兵相接 但却切断了他与吐蕃的联系 不仅在外交上孤立了西夏 更在军事上绕到了西夏侧印 使西夏腹背受敌 随着变法的深入和西河开边的完成 宋神宗正式展开战略反攻 在1081年和1082年 先后两次发动大规模的阀下战役 虽然宋军仍然败多胜少 也没能攻占恒山 但却占领了兰州等战略要地 这为后面的拖边战争奠定了基础 1085年宋神宗去世 新即位的宋哲宗年龄太小 朝政由临朝听政的太皇太后决断 这一时期 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变法派上台执政 禁费新法 这直接影响了西北的军事局面 宋朝维持西北防务 需要巨额军费开支 仅束手兰州一地 一年就要花费一百万贯钱 可是新法废除后 朝廷的财政收入锐减 无力支持西北军费 司马光等人希望 与西夏恢复和平 以此缓解财政压力 也减轻老百姓的负担 为了表达诚意 他们将神宗攻占的部分土地 归还给西夏 并提出与西夏划定明确的国界 以此来保证两国间的长久和平 然而 这只是司马光们的一厢情愿 因为西夏皇帝年仅三岁 朝政都控制在摄政的梁太后手中 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 梁太后极力主张攻打宋朝 1087年 宋夏战争再度爆发 到了1092年 梁太后更是亲率大军 悍然进攻宋朝的环庆路 环庆路是宋朝西北五大战区中 比较靠东部的一个 大致相当于今天甘肃庆阳市 他以环州和庆州两座城池为核心 其中环州城位于庆州城的西北边 靠近恒山 两座州城依水而建 由同一条山谷相连 这年10月12日 梁太后亲率20万下军攻进山谷 重兵包围环州城和周围的宝寨 前锋部队更是深入山谷 囤住在环州和庆州之间的战略要地 以阻隔庆州方面的援军 而驻扎于庆州城的环庆路主帅张杰 可用于抵御的兵力仅有三万 面对数倍余己的敌人 张杰决定采取弹性防御战略 只不过与宋夏战争初期相比 这时的弹性防御 已经根据宋军和夏军的特点 做了大幅度调整 克服了他在西北水土不服的问题 早在范仲淹时代 宋人就发现 西夏全民皆兵 军队人数众多 当夏军集中兵力进攻时 兵力分散的宋军 贸然以寡击中 绝无取胜可能 不过 夏军的行动目标 往往是掠夺人口财物 掠夺完毕后 满载而归的西夏士兵 在撤军过程中斗志全无 军队战斗力严重下降 所以防御西夏进攻的最佳方式 是采取遮断战法 也就是避其锋芒 在夏军撤退的必经之路上射服 待其撤军时集中兵力发动进攻 张杰采取的正是这种遮断战法 西夏大军压境之际 张杰并没有急于与夏军交战 而是派出一万野战军 避开夏军前锋 直接走山路 绕到包围环州的夏军主力背后 10月16日 这支部队进驻环州以北的洪德城 这里是西夏退军的必经之路 地形复杂 非常适合埋伏 不久 夏军的前锋部队北返 协助主力围攻环州 张杰抓住时机 派出仅剩的不到两万宋军 从庆州日夜兼城 正面支援环州 到了17日深夜 梁太后意识到 自己可能会遭到宋军前后夹击 被迫从环州撤围 10月18日凌晨 夏军的前锋经过洪德城附近 宋军放他们先行过去 到了上午 梁太后率领的中军也抵达洪德城 在此等候多时的宋军 出其不意开门出战 附近的伏兵也一拥而起 夏军顿时乱作一团 然而到了午后 西夏的后军赶到了洪德城 实力大增 而连续作战16个小时的宋军 早已疲惫不堪 指挥伏击的宋军将领 意识到形势可能逆转 迅速率军入城 转入防御 夏军对洪德城发起进攻 双方又厮杀到午夜 直到三更时分 宋军才再度开门出击 大破下军 梁太后从小道逃跑 才幸免于难 洪德城一役 宋军恶战一日一夜 张杰迅速捕捉战机 采取遮断战法 野战军灵活敏锐 这是宋军取胜的关键 西夏的指挥中枢 在战斗中受到直接冲击 以至梁太后逃回国后 立即找辽朝帮忙调停 向宋朝求和 洪德城战役的胜利说明 在经过一系列的调整和变革后 宋军已经能够通过新的弹性防御战略 有效抵御西夏的进攻 以具备主动进攻的实力 宋朝与西夏的停战 已无必要 第三部分 我就来讲述 宋哲宗亲政后 宋朝如何将拓边西北的战争 推向了高潮 1094年宋哲宗亲政 他启用变法派张敦为宰相 全面效法宋神宗 一边恢复心法 一边主动向西夏用兵 在洪德城战役中立下汉马功劳的张杰 是张敦的亲戚 有了张敦的支持 张杰在拓边西北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这里就以张杰主导的进驻天都山战役为例 来看看宋朝是如何在西北全面进攻的 1097年初 张杰出任京元路的主帅 京元路位于环庆路西侧 以今天甘肃平良为中心 在西北五大战区里居于正中 是各战区的枢纽 可这个枢纽缺乏险要的地形 防御能力极差 要弥补这个防线上的薄弱环节 宋军就必须向前推进国界 抵达西夏境内的天都山 这座山位于今天宁夏海原县 推进天都山是经略横山计划的翻版 所用的手段就是进驻 前进的进 修筑的住 所谓进驻 最初是指修建堡垒营寨 作为抵御下军的据点 这是范仲淹针对边防年久失修 而积极主张的军事战略 后来宋人意识到 如果把宝寨修到西夏境内 宋军就可以依托宝寨与夏军作战 进而蚕食西夏国土 将国界一步一步向前推进 因此宋人干脆将修筑宝寨的行为 称为进驻 从京远路出兵 沿山谷向北进驻 最终抵达天都山 这一路上的地形极为复杂 所以张杰急需一张精确的军事地图 虽然宋军此前也曾绘制过这一带的军事地图 但这些地图质量粗糙 错漏极多 为此 张杰派出参谋官崇浦 深入山谷和前线实地考察 依据考察结果 重新绘制了一幅彩色的军事地图 纠正了旧图中的许多错误 地图中的战略要地 都被崇浦贴上纸条 一一做了标记 有了精确的军事地图 张杰就能做出更加严密的军事部署 这让宋哲宗大为信服 他称赞张杰说 各个战区在讨论军事战略时 大多是纸上谈兵 只有张杰是根据军事地图 来做战略部署的 张杰的战略一定能够成功 此外 张杰还与西北各战区的主帅 做了沟通协调 要求各大战区积极配合进驻行动 对西夏同时发动浅攻 深浅的浅 进攻的攻 和进驻一样 浅攻本来也是一种防御战术 西北各战区的宋军受地理限制 难以在境内互相支援 鉴于此 浅攻战术要求 当一个战区受到进攻时 其他各战区要立即发兵 就近进攻西夏边境 一方面这可以分散西夏的注意力 减轻被攻击的战区的压力 另一方面 还可以破坏西夏的社会经济 削弱其长期作战的能力 张杰集结了西北四个战区的兵力 在准备工作全部就绪后 正式发动进驻天都山战役 整场战役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进驻平下城 1097年3月 西北各大战区突然同时对西夏 发动潜攻 西夏一时无法准确判断 宋朝的主要军事目标 张杰乘机发兵 进攻西夏境内四十里处的石门口 石门口是天都山的南大门 为防止宋军进入天都山 西夏急忙发兵前来争夺 尽管双方在战斗中互有胜负 但石门口始终牢牢控制在宋军手中 历经22天 宋军终于在这里修筑起平下城 作为下一步军事行动的重要据点 从成名也能看出宋朝是铁了心 要荡平西夏 到了四月 不甘丧失战略要地的西夏 发动十余万大军 力争平下城 第一次平下城之战爆发 关于这场大战的细节 相关的直接记载已经丢失 但张杰后来回忆说 此战一度显向还生 下军曾绕到平下城的侧后方 企图利用这里的防线漏洞 切断平下城的粮道 幸亏张杰早有防备 事先配置了预备兵力防护粮道 才使得西夏的纪律没有得逞 在取得第一次平下城之战的胜利后 张杰和参谋官崇普 立即于五月份着手巩固平下城侧后方的安全 进驻天都山战役 进入第二阶段 在此过程中 仍由崇普实地进行精密勘查 然后张杰根据崇普的勘查报告 制定在平下城周边 进驻保债的计划 再将计划汇报给朝廷的 最高军事机构淑密院 由于计划周密而有说服力 淑密院不仅批准了计划 还认为落实这项计划的优先度 应高于其他战区的进驻计划 在疏密院的支持下 这年六月 张杰和崇普迅速完成了 对平下城周边的进驻工作 形成了一个 以平下城为中心的半月形防线 巩固了宋军在这一地区的军事优势 此后 张杰与京元路的宋军进入了休整状态 可是围绕下一步该如何进驻天都山 京元路西侧的两个战区 却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与京元路西界比邻的战区 是秦凤路 再往西就是宋神宗时开拓的西河路 1097年12月 两路主帅在魏京朝廷批准的情况下 擅自对西下发兵取得胜利 随即西河路主帅提出 希望自己从西 张杰从东 协同作战 共同进驻天都山 这项建议很快得到淑密院的肯定 1098年正月 淑密院干脆制定了一个由 京元、西河、秦凤三大战区 联合进驻天都山的计划 这将大大减轻张杰的压力 增加进驻成功的概率 然而 这个看似宏大的计划 却根本推行不下去 问题首先出在秦凤路上 秦凤路远离天都山 在联合进驻计划中并不担任主力 而战区主帅又不愿沦为配角 因此根本不愿意加入进驻天都山的行列 更大的问题出在西河路上 西河路主帅之所以积极响应进驻天都山 是因为在第一次平下城之战后 他看到这场战役前景光明 向来瓜分张杰的战功 然而 当书密院制定了联合进驻计划后 张杰执意要掌握三大战区 联合指挥部的最高指挥权 这引起了野心勃勃的西河路主帅的不满 在经过面谈后 西河路主帅与张杰没有达成任何共识 最终 三大战区联合进驻天都山的计划 不了了之 尽管这场风波 未对进驻天都山战役产生实质性影响 但他已显现出 书密院对西北前线作战计划的影响力 正在下降 战区主帅之间 自发的战略协调 对拓边战争的影响越来越大 进驻天都山的计划绕了一大圈 最终又回到张杰最初的方案上来 1098年6月 张杰由京元路派军挺进天都山 开始在山中地势险恶的峡谷中进驻保寨 以此作为进一步控制整个天都山的跳板 进驻天都山战役进入第三阶段 与此同时 其他战区的进驻成果也十分显著 宋朝各大战区通过进驻而蚕食的西夏领土 正在逐渐连城一片 西夏的梁太后不愿坐以待毙 决定以倾国之力绝地反击 反击的突破口就是最要害的平下城 这年7月 梁太后一面在天都山集结兵力 一面又通过外国使团向宋朝转达和平意向 对于西夏释放的烟雾弹和她背后的意图 宋朝决策层保持着高度的清醒与警惕 书密院紧急向西北各大战区 下发了名为画一指挥的指导性文件 要求西北各战区加强戒备 书密院的判断是正确的 此刻 梁太后正在与西夏将领共同制定进攻方案 梁太后认为 平下城是宋朝在天都山附近规模最大的防御攻势 镇守平下城的宋将郭成最善于用兵 因而只要西夏攻占最南肯的平下城 周边的宝寨就会不占自愧 到了十月 梁太后已经在天都山北部集结起四十万大军 对外号称一百五十万 驻地距离张杰在天都山中修筑的宝寨仅五十里 当时 平下城仅有守军四五千人 算上周边宝寨里的驻军也才不过两万人 宋朝疏密院急忙调遣各大战区入园经园路 在平下城的正面战场上集结了七万以上的兵力 其他战区也各自集结起数万大军 准备以遣攻牵制下军缓解平下城的压力 宋下边境上一时陈兵数十万 一场决定性的大战一触即发 不过直到最后关头 梁太后仍然小心地隐瞒着自己的作战目标 以至于宋朝疏密院一度怀疑 西夏是否会在其他地方发起进攻 正当战争一云密布之际 梁太后裹挟着西夏小皇帝亲率主力 对平下城发起空前猛烈的进攻 第二次平下城之战正式爆发 三十余万下军迅速包围了平下城和周边的宝寨 主力大军更是使用了云梯、楼车等工程器械 运用了挖地道等工程战术 不分昼夜的猛攻平下城 宋将郭城率领城中仅有的四五千士兵顽强抵抗 他们在城墙上用神壁弓 一种射程较远的发射器向下军射击 又在深夜发动偷袭扰敌 然而寡重悬殊 平下城还是一度出现危机 几乎就要守不住了 这时前来支援的宋军军官几乎一致认为 应该不惜任何代价进攻西夏主力 以解平下城之为 以谋略著称的宠谱却坚决反对 他指出 拒绝支援平下城并非出于胆怯 而是有更加重要的原因 平下城中的将士们 之所以能够坚定信心 守卫孤城 抵抗强敌 就是因为城外有援军 现在相对于下军主力 宋朝援军的兵力微不足道 以这点兵力去解围 就算打赢了 也不一定能使下军撤围 万一打输了 下军拿着战利品向城中展示 守军的士气会立刻崩溃 真到了这步天地 还能依靠谁来守城 何况 郭城最为支兵善战 有他镇守平下城 大家还有什么疑虑的 在崇普的坚持下 宋朝的援军没有盲目进攻 围困平下城的下军主力 崇普的想法 与张杰和郭城不谋而合 张杰认为 只有城外有激动的野战军 城内的军队才敢拼命死守 郭城后来也说 他对守住平下城唯一的忧虑 就是救援部队可能会过早到来 经过十三天的围攻 平下城依旧毅然不动 宋军依然士气高涨 反倒是西夏士兵伤亡惨重 口粮也即将消耗殆尽 一天夜里 平下城外忽然刮起大风 西夏的工程器械遭强风摧毁 军中士气彻底崩溃 下军陷入恐慌与无序状态 梁太后见状失声痛哭 只得趁着夜色匆忙撤军 结果却一头扎进 崇溥等人设下的埋伏圈 夏军损失惨重 主帅张杰抓住战机 命郭城等人率一万轻骑兵 按照事先约定的计划 进击天都山 在山上 宋军不仅再度攻破夏军主力 还升勤了西夏的两大名将 至此 第二次平下城之战 随着西夏军对前沿指挥中枢的 彻底瘫痪而结束 究竟有多少下军死于此战 史书没有记载 据说决战平下后 西夏军队再也无法组织起 大规模的作战 这种说法虽然夸张 但自第二次平下城之战以后 宋朝完全掌握了 宋夏战争的战略主动 张杰也因此被宋氏称赞为 在拓边战争中 获得军功最高的将领 宋军的空前胜利 引起西夏的举国恐慌 梁太后连续三次前使到辽朝 请求辽朝再度出面调停 当时的宋辽夏 呈三足鼎立局面 如果宋朝消灭西夏 宋辽间的平衡也会被打破 这并不符合辽朝的战略利益 为了促使宋夏实现永久和平 辽朝采取了一系列外交手段 首先辽朝不但拒绝了西夏提出出兵干预的请求 而且秘密派使者堵死了好战的梁太后 以此断绝西夏继续发动战争的可能 紧接着辽朝又派出使者前往宋朝首都开封 催促宋朝归还所有占领的西夏土地 以此来突出辽朝在两国之上的优越地位 最后辽朝皇帝亲自率兵 在距离宋辽边境五至七里的地方巡视 对宋朝施压 自从宋出精略忧烟失败后 宋朝在对辽关系上一直妥协退让 然而第二次平下城之战的胜利 使宋朝有了扬眉吐气的资本 宰相张敦强硬地认为 根本无需理会辽朝的调停 不过宋哲宗在听取了书密院的意见后 表示不应进一步破坏宋辽关系 最终宋朝许诺与西夏和谈 但却有附加条件 一方面宋朝要求西夏乘上谢罪书 并交出两名战犯作为和谈的前提 另一方面 面对咄咄逼人的辽朝使臣 宋朝强硬拒绝了将所得土地 归还给西夏的无理要求 在递交给辽朝使臣的国书中 宋朝指出 辽朝也曾对付西夏的入侵 现在宋朝不过是效仿辽朝 何况 西夏曾向宋朝称臣 宋朝是西夏的宗主国 在法礼上 西夏的领土都是宋朝授予的 如果西夏不打算投降 那么宋朝仍保有收回 这片土地统治权的最终权利 宋朝态度之强硬 让辽史瞠目结舌 在逗留开封35天后 辽史只得接受国书 返回辽朝复命 在调停期间 宋朝并没有停止军事行动 平下城的大圣 加快了宋军进驻天都山的步伐 进驻战役也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 1099年4月 张杰的京元路战区 已经全面占领天都山 并在山上修筑了大量宝寨 宋朝在这里设立西安州 作为新的前线指挥部 其他各战区的进驻行动 也一路凯割 在东部 宋军成功进驻恒山 将部分西夏人驱逐到山后的沙漠地带 在西部 西河路与京元路实现连接 秦凤路成为远离战火的大后方 从天都山 平下城 再到恒山 宋朝在西北拓边战争中 建立起的新防线已经连成一片 新占领的地区还密布着延迟 每月出产的延值高达14万关钱 这大大缓解了前线的军费压力 1099年秋 西夏前史谢罪 成递给宋折宗的奏章中 言辞极为谦卑 到了年底 双方终于恢复和平 重新划定国界 当年范仲淹以公为首 在转入主动防御的战略构想 历经近60年至此完成 宋朝在西北获得了空前的威望 宋朝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军事成就 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自从范仲淹调整弹性防御战略 提出经略恒山计划后 西北各战区就始终坚持着 以攻守兼备的军事战略 将政治对军事的干扰降到最低 另一个原因 是在战略的制定过程中 前线战区主帅的作用越来越大 由于作战日益频繁 战略规划 日益依靠细微的情报收集和分析 疏密院在战略制定中的优势 远不如熟知前线情况的战区主帅 传统上中央集权 从上而下的纵向决策过程 逐渐让位给战区主帅间的横向协调 宋哲宗的拓边西北战争 使宋朝在战略和战术上 全面压制西夏 到了他的后继者宋徽宗时期 双方再度交战 互有胜负 西夏靠着辽朝的斡旋 勉强应付 宋朝则彻底控制了横山 下一步是依托横山 实施积极防御 还是进一步发兵 攻灭西夏 主动权已经完全操持在宋朝手里 可惜的是 宋徽宗的统治昏暗腐败民不聊生 宋朝已经失去支持对外战争的基础 1127年 北宋在靖康之变中被金朝攻灭 南宋建立后 西北地区已纳入金朝版图 拓边西北的事业 就这样无疾而终 好 拓边西北这本书就讲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见 散uir了 散失 散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